第一個是產業資訊的部分 那產業資訊部分我們會希望藉由收集產業中各個主要的player 他們在市場上做投資運購或者是產品開發的方向 做一個分析 那希望可以說我們國內這個產學界 如果要踏出國際的話大概可以用什麼樣的模式進行合作 那第二塊的話會是FDA資訊 那主要是從美國的FDA資料部 現在主要在市場上已經有產品登記的 是有哪些公司那他們大概是用什麼樣的途徑去做登記 那第三塊的話專利資訊我們會特別著重在其中一家特定的公司 那去看他的佈局的情況 那看能不能借鑑說我們如果從人工醫學演講話要怎樣切入專利的申請佈局 還有一些相關的conference這樣子 那我們這個project其實已經連續提供了三年的調點的報告 那主要其實都還是希望說藉由台灣的比較強項在譬如說半導體或是資訊業界 那怎麼樣切入在醫療器材這個市場上 那我們這一次是focus在醫學影像 那我們看到這個醫學影像生命週期 其實從影像生成就是我們從不管從CT或MRI或發音波那取得這個數位的影像 那我們就有pax的傳輸 那或者是存在所謂的伺服器或是BNA上面 那進一步做分析 那到終端顯示給使用者 那使用者主要是還是臨床醫師去做醫療決策的輔助這樣子 那整個流程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醫學影像的數量是越來越多的 我們可以引用一個這個Mayo Clinic 在明蘇達州的一個醫院 那他做的一個研究報告 他提到的是說 在1999年的時候他們CT跟MRI的影像數量是900萬張 那平均以他們的員工人數的話 平均是一分鐘需要看2.9張的影片 那到了2010年這10年來進展這10倍 到了9400萬張 那等於是說每個人每分鐘會需要看到16張的影片 那如果以全球量來估計的話 其實到2021年的話 總共會需要有啊 一千多億張的影像在全球上會需要被處理 那每年的增長率大概保守估計100% 那所以這麼大量的增長 那我們的影像分析的人員 也就是主要在放射科醫師上面 並沒有這麼大量的增長 那到底我們要如何還能夠兼顧這個影像判讀的速度跟品質 所以是不是有我們可以利用分析的軟體 尤其是人工智慧上面去幫忙在影像上面做一個量化的動作 或者是做一個偵測的動作 那可以改善我們在影像判讀上的速度 那甚至可以維持一樣的點子 或者是也許可以超過這樣的概念 那這樣的需求非常高 那是不是在相應的分析軟體市場的量也是有一樣持續的成長 我們收集了大約七個報告 那我們可以看到從未來三年到未來八年之間 大家的預估都是線性成長都是 坐落在每年增長率大概百分之八 那三年後的成長大概是到達三十億美金左右 那我們可以看到市場上的持續的增長 那是不是在資本市場上有相應的投資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長條圖是投資的數 金額 那我們可以在2010年以前可以看到是稍微比較少見有投資的金額 那見數也是比較平行 那在2011到15年之間有小幅的成長 但是真正到2015年以後這三年是成長的數量跟金額都是非常龐大 那截至今年四月為止就已經到達前一年的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我們可以預期今年的成長也是相當的樂觀 那值得比較注意的一提的地方就是 這個投資的比例相當多的比例在近年是在比較前期的部分 所以可以想見說大家可以更願意再早期投入這個影像分析的市場 那我們在進入這個市場之後我們可能要先注意到幾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這個細分領域大概會怎樣去區分 第一個是我們可能會依照不同的影像的來源去做分類 也就是說我這個影像分析軟體可能是針對X光進來的影像去做分析 或者是針對核子醫學影像做分析 那應用的適應證上面 主要不會是使用適應證來做區分 主要是用器官部位去做區分 所以可能會在一個地方去區分 特定的疾病或者是多種疾病 那結合這兩個的交集才會是我們特殊的分析軟體的一個 細分性的市場 那至於這個分析軟體可能還要再關注就是他跟周圍產業鏈的互動關係 那他不僅僅是自己單獨分析就可以作業 那他首先他必須要跟影像生成設備做一個配合對接 他必須要可以容納這樣的規格來進行處理 那第二塊是他可能需要結合所謂的EMR軟體 可能這些HEAS或者是REAS 這樣子可以讓使用者可以方便可以存取到特定的影像 那甚至進行分析 那另外一塊的話是在其他的設備或者是VMA這一塊 是關於資料的存取跟傳輸都也非常重要的相關一塊 那當然最後是會經過我們顯示器來呈現給使用者做使用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會從幾個面向會去再做一個探討 那我們接下來請周圍德分析師來幫我們做產業跟FDA的講解 就是由我這邊來進行這個產業資訊跟FDA資訊的這個兩個部分的分享 那產業資訊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邊左看到會是我們會去看這個分析軟體產業 在裡面有誰參與其中 那他們是各自單打獨夠呢 還是他們其實會有一些合作的策略 那他們合作的策略就會產生一些犯態的進行 那進步的話我們去看國內的產業目前投入的一個情形 這邊是看到我們剛才已經介紹了幾個醫療產業鏈的這個幾個區塊 包含了以上生存設備 依照分析軟體及其他周邊的產業 那當然我們最focus是在這個分析軟體這一塊 所以我們這邊列了比較多的我們看到這個公司投入分析軟體這一塊的 那這邊的公司很多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稍微做區分來看一下 比如說有一些公司呢 他們在裡面其實已經跟餘一段時間了 那他們的產品呢 也從原本比較單純的電腦補助 那近年來可能會加入人工智慧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去使他們的產業更好 比如說像是Nin, Ada, iPad, Navis這些公司 他們都是屬於在這個領域已經相當知名的 那另外的話 也有一些新創公司投入的數量其實相當多的 那這些新創公司他們可能都會 以這個人工智慧作為一個技術出發點 來想要在這個領域裡面闖出一番人號 那像是IDX, Lease.ai, Butterfly等等 這些公司他們是屬於 也被媒體所注意到的一些新創公司 那另外一個呢 也有一些比較早期的 他們在這個領域做得不錯 那可能已經被人家投資併購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從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這些分析軟體 有些人已經明確的把他們的產品之中包含 就是把這個人工智慧的特徵包含在他們的產品之中 比如說像IDX或是Lease.ai這兩家公司 他們在FDA上面的產品 就是已經說明了說他們這個人工智慧 在他們的產品中是有所應用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看說這些公司 他們除了獨自發展他們的產品 那他們之間是不是有什麼樣子的合作策略 可以從我們的參考呢 好我們這邊看到就是說 我們歸納了一下 我們看到分析軟體公司 他其實會跟相同領域的分析軟體公司呢 他們透過資本合作 比如說像是投資並購 這樣子一個關係來整合資源 或者是整合技術 那另外的話也有包含就是在產品上面做一些技術合作 那除此之外 分析軟體公司 他其實會密切的跟他同屬這個產業店的其他公司 去做相關的合作 比如說一樣是透過資本合作跟技術合作 那更甚至是說這個影像生成設備 假如他們會直接接觸到醫院的使用者 所以分析軟體去跟這個影像生成設備商 他們有一個市場合作 那這個就是透過通路的關係 讓分析軟體能夠更容易接觸到這個使用者 好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是 看到就是 這些個案的舉例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看到的是 Vital Image這家公司 那他屬於這個分析軟體 他的所展現出來的是 他的產品跟他同屬的這個分析軟體 做一個整合 那像是說這個Vital Image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幾個圖示 他是針對這個S1或是CT 或是MRI的這類型的影像類型 應用在肺或是消化系統 或是心臟的一些病徵的程度 那我們看到的是 他跟這個Mavis All In Medical Mira達這幾家公司 他們呢在產品上面做了一個整合 比如說像是在Vital的這個產品介面上面 其他內部使用的Mavis這樣的一個產品 所以透過這樣的產品整合的話 讓使用者對於他們產品使用的經驗 或是對他們幫助能夠有所提升 這是一個在技術上面的合作 另外的話呢我們看到這家是這個Mavis公司 他呢跟這個影像類申請設備商 有很密切的合作關係 像是在SIMIS、Vivo跟Hologic 這幾家公司來說的話呢 Mavis是他們的軟體OAM公司 並且呢 Mavis也透過這幾家硬體的東西呢 去 使使用者能夠接觸到他們的軟體 所以他們就是一個軟體的軟體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Mavis的產品 其實依照他的這個 他們有開發了一個分析軟體開發的平台 所以他們把他們的產品 可以擴展到不同的這個 影像生成設備的分析 然後你應用到各種不同的部位 所以這樣子對這個 影像生成設備商來說的話 他們可以很恰當的 找到他們適當的軟體去做合作 那Mavis除了透過這個市場的合作之外呢 他在對同業上也有一個投資的一個整合的策略 那像是R2這家公司呢 他在2008年的時候 他其實當時是一個Hologic 他已經被Hologic給併購了 那但是在2008年的時候呢 Mavis又把他這個是一個部門給買下來 所以這樣子的話 他是整合了說 這個軟體開發的這邊的一個資源 那這邊呢 看到的是這個Riborate這家公司 他一樣是透過這個 跟生成設備商的一個合作 那建立了這個通路的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其實在這個 影像生成設備商來說 他跟分析軟體公司是 關係是相當密切 那除了做通路的一個合作之外的話 跟 影像生成設備商 他們其實本身也可能會投入 生系軟體的開發 那 他們也可以透過投資訂購的方式去取得 這些公司他們所開發出來的產品 技術 甚至是市場 通路的這些 那 我們看到的是 R2這家公司 他就是一個新創的團隊 那 他做出成績之後呢 被 HOLOGIC給併購 那 同樣的 這個團隊呢 他們會 他們不是在 這個併購之後 他們就 退出了這個市場 他們 他們繼續的 投入了這個分析軟體的開發 如果他們是 從原本是做這個CP 在 武房攝影上面的分析 進展到 他們用 類似的概念 但是換了一個 Mobility 就是超音波的這個 武房攝影診斷 那現在呢 他們也做到了一個成績之後呢 他們是 這個分析軟體是可以應用在 G1的這個超音波設備 所產生的向上 所以他這個也是跟 硬體設備商 又有一個 在一層的這個 合作關係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去看到說 硬體設備商 對這邊是會 有所投入的 那硬體設備商的話 其實 最大眾來說的話 G1 Philip 跟這個 SIMENS 最加3加GPS 我們也要好奇說 他們對分析軟體 這一塊 所投入的情況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這個G1的情況 他 在投資併購的這個新聞上面 動態新聞上 就是算是不活躍的 那他從早期的 對這個 Tex 這一個公司的投資併購 那到了近期的話 2011年到2017年 他分別用投資的方式 都投資了在兩家新創公司 甚至包含了 Hartblow 跟Altures 那 這兩家公司 他們其實都是 是著重在於這個 心血管疾病的分析上面 那其實 G1本身在心血管 這一塊的 投入 也是有一定的程度 所以 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去 協助到他 整齊發展 繼續發展 這一塊的這個 細小 那我們接下來看的是 是GPS裡面的菲利普 那 菲利普的話呢 他投資併購的訊息 包含說 他在這個 2017年 去併購了這個 超一波 分析軟體這個 Tomtap Tomtap 那 也包含了說 他先前有去 對這個 Memography Modality 這一家公司 Sectra 有一個投資併購的訊息 那另外的話呢 西門子的話 我們反而就沒有看到 他有這麼多的 投資併購的訊息 那我們看到的反而是 他就是透過 合作的關係 去做這個 開發 像是他跟ScreenPoint 在今年有做一個 合作開發 針對這個 土房影像的 這個分析軟體的部分 那 是不是說 他在這一塊 其實投入不多呢 但其實不然 因為 從專利的這個 申請書上來看的話 其實他是 自行投入的 這個程度 其實相當高 他的專利數量 是超過 可以補分之一的 所以說 其實如果 身為一個 分析軟體的 這個 投入者的話 那我們可以 看到說 可能可以從這個 影像生成設備商這邊取得 不管是 資本的資源 或者是 合作開發的資源 但是 每一家公司 他們所採取的 這個策略 會有所採取的 這樣子的一個 公司屬性呢 你們都可以透過這些公開資訊 去做一個分析 做出一個比較適當的策略 策略 策略 先前講了很多 像生成設備商的 這個動態關係 但是 其實這個 這個生態鏈裡面 它其實還有包含 像 VMA這家 這一個領域 或是其他的領域 那這些 這些領域裡面的公司 他們其實也可能會 跟分析軟體之間 有一個 有一個投資鏈頭的關係 像是在這個 VMA供應商 VIRG 它在 早期的時候 這個 從 AQ-Image 2005年 一直收購到 公司2009 一直到近期的 VR Systems 他們這樣子 對分析軟體的一個 收購 也是他們 為了取得 他們的一個技術 跟產品 那 在看這個 VIRG 它所收購的 對象之中 我們也會看到說 它可能收 應購的對象 都是一些 擁有FDA產品 跟專利數量 都有適當募取的這些公司 所以 那這個就是 VRge他們的一個 喜好 那這個也是可以 透過這樣子的動態分析 去推納出來的 那當然呢 VRge在 在這個2015年的話 它其實也是被 IBM給收購了 那 其實IBM就是 因為他們想要發展 Watson這樣子的 一個 醫學分析的 一個 業務 那 透過VRge跟 醫院之間 原本建立的密切關係的話 IBM可以 在他們的產品發展上面 更有 可以跟 醫院合作的機會 好 那最後呢 有一個 這個 其他設備上有一個 有趣的例子 像是 這個 其他設備其實包含了 比如說 影像素衛化 那影像素衛化 這個景色是比較早期的一個 可能比較熱門的項目 比如說把傳統來死光片 把它掃描 變成素衛化影像 那當年呢 Haltec這家公司 他就是做這樣子一個 數衛化的 產品 但是他在 那個時候 他有發現說 這個 這個 未來呢 可能會走向 數衛化 並且在分析軟體上面 可能有所 有一個市場存在 那所以他在找我們的時候呢 在併購這個 intelligent systems 之後 他就轉型成為 想要走這個 分析軟體這一塊 那所以他後來 就改名為iCAD 那iCAD 在經過 他也是 經過了一些 自我發展 跟這個 投資併購 那逐漸的發展成一個 蠻不錯 這個領域裡面 具有代表性的一個公司 那他跟 影像生存設備商的關係 相當好 就是 這些 影像生存設備商 他們的 Mero Graphy的這個 硬體呢 其實都可以去搭載 iCAD 他的分析軟體 所以 以上呢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 嗯 不同的這個 領域之間 他們都可能跟 分析軟體 的這些公司 去發生這個 動態的訊息 那至於 國內投入的情況 是如何呢 就是 我們可以看到 是我們這邊 舉出來的是 我們看 分析軟體 國內投入的廠商 有一些廠商 他們在 TFDA裡面有登記 那 比如說 這邊總共有分析了 25家 的這個廠商 在TFDA的分析軟體 這些特別上面 那 其中有7家呢 他們進一步 那 我們這邊看到的就是 呃 剛才所說的這些 投入的廠商 或是學員單位 那 像是這個 安克森E的話呢 他除了 這個 他最近 有這個明確的產品 就是他用這個 超音波去做這個 甲狀性癌症的一個分析軟體的產品開發 那 其實 這樣子一個 產品開發呢 他的技術 呃 根本是來自於說 呃 不只是在台灣裡面應用 他還走向國際的市場 在FDA上面去登記 那 也就是他要 有意要進軍 呃 美國市場 然後也是 算是 在這個台灣業界上 是一個表現 蠻 呃 蠻值得注意的一家公司 好 那我們這邊 就是 為我們所看到的這個 產業資訊做一個小結 就是 在這個分析公司 分析軟體公司之間呢 他們可能可以 技術的手段 或是資本的手段 去進行合作 那 影像深層設備商呢 他們更可以透過這個 通路 就是在市場上的一些手段 的合作 那 除此之外的話 我們也不可以忽略 就是像DNA 啊 或是其他設備商 他們也有可能會去投入 投入在這個分析軟體的 這個領域之中 那 所以 進一步的話 我們也不能忽略說 我們剛才在產業鏈中 看到其他區塊裡面的問題 那 最後的話呢 這個 其實 國內喔 是有一些學員單位 他們是有投入這一類的技術研究 那 這一類的技術研究 是有機會透過這個授權的方式 或 各種分業界的方式 可以去把這些技術做成商品化的 好 那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說 如果你投入的話 你可以怎樣去跟人家做合作 那 但是 如果投入的話 要把這個開發的東西 一定就是想要做商品化 然後做一個獲利遊戲 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要商品化的話呢 就一定要注意到的是 政府法規 在醫療器材上面 一定會有所規範 那在FDA上面 規範的情況 現在目前是如何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 會操作這個法規的介紹 以及現在 在FDA之中 他們登記的現況 它包含它的數量 包含有誰登記在裡面 那進一步的話 因為這個影像生成設備 跟這個分析軟體 其實是密不可分的 那 怎麼樣子的 這個 目前影像生成設備 登記的情形是如何呢 這也影響到了說 我們投入 某一個細分領域 比如說X光 那它可能存在著多少的機會 存在著多少的素材 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個 影像生成設備 登記的情形來 揮之一二 那我們這邊所看到的是說 我們看FDA目前的法規規範 它其實目前沒有對 人工智慧分析軟體 具有一個專屬的規範 但是呢 其實 他們其實就是屬於 一種軟體的醫療器材 所以 這個 如果要做這一方面的開發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FDA對於軟體的醫療 SAMD 這樣子的一個 的規範 那 這類的規範當然 其實規範了很多類的軟體 那其中 下面還可以再分成一些 分成一些 不同類型的產品 比如說像是 這個 Computer Assistive Detention Device 我們簡稱為CADE 那 或是 Computer Assistive Diagnosis 這個 這個 CADX 那 或者是說 利用電腦去做影像分流的這樣的產品 其實這三類產品 都有可能是 人工智慧 它可以去應用到的這些產品類型 那更進一步話 我們還可以看實際上 他們 比如說 這個 我們看到裡面的英文數字 英文號碼 它其實是這個 Para Code 就是在FDA上面 它對於各類產品 一個明確的規範的一個類別 那 比如說 我們這邊也舉例說 在CADE 這樣的產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是包含了 比如說 它規範了這個 中部X光的CADE產品 那 我們看到 CADE產品 它的這個 內碼 下面 是 以二級 工險跟內 二級的產品 最多 那 因為CADE 它的一的意思就是 它幫你偵測出來 但是如果到了 Diagnosis 的時候 它可能會給你一個 進一步的 診斷的 訊息 那這個時候 工險程度可能就會比較高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 的 產品類密碼 他們的工險程度可能會 歸到第三級 那當然是 這個 隨著FDA 對這個人工智慧的 醫療 醫材 他們越來越了解 其實這個風險程度 都還是會 被調整 那比如說 像是在這樣CADE 產品之下 他們其實也會有 二類的 這一個 醫材的 這個分類 那 這個整體來說的話 分析軟體 在FDA 現在登記的現況 我們可以看到是 總共有兩千多件 那他們登記的形式 來說的話 他們可以是 伴隨著這個器材 一起的 就是跟這個軟體 伴隨著硬體器材 那也有的是 這個軟體呢 它本身是獨立去做 這個醫材登記 那他們 所這個 申請的途徑呢 包含了這個 那個PMN 就是依照 CAP10 可以進行 sufficient equivalent的 這個查驗 或者是PMA 就是如果你這個 風險程序比較高 那或者說你 這個產品 在市場上 沒有先例 可以去做 這個sufficient equivalent的 查驗的話 它會走一個PMA的 這樣子的 一個查驗過程 那 這個 底下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這個不同的查驗途徑 它們 底下所推到的PALACO PALACO 其實是不同的 所以在 開發產品的 同時呢 也可以透過 DA的資訊去 了解到說 之後這個產品 可能要走的一個 法規 查驗途徑 可能違和 那我們看到在這個 Software這一類 產品之下 還有一個Denovo 這樣子的申請途徑 那Denovo的話呢 它有可能是這個 你在做PMA申請的時候 它找不到 它認為你 它認為你這個產品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相對應的產品 去做主比對 那它可能會自動幫你 推到PMA 但是你可以說 說服官方審查說 這個風險程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它會可以走一個 Denovo的一個徒徑 那甚至呢 近年來這個Denovo的徒徑 它也是可以 直接申請 直接就從 市面上沒有這樣子的相似產例 那我們就直接從Denovo 這樣子的申請途徑去申請 比如說 這個 QLS 跟PIV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會提到說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的 IDX跟這個 Viz.AI 他們所用的這個 AI人工智慧的分析軟體 它其實是沒有前半可選的 所以它就是從Denovo的這個徒徑去做申請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雖然說 人工智慧的這個分析軟體 它沒有專屬的話 所以 但是其實 FDA 已經有一些 PARACO 它已經描述到了這樣子 運用人工智慧的藝材 所以 其實FDA 是對這個 目前市面上的 這個產品 它的眼鏡 是有持續在Follow跟更新它們這些審查的 這個 態度跟這個做法 好 那我們接下來講的是這個 我們看分析軟體它 登記的情形 那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是每一年去申請登記 這個分析軟體的數量 在2002年跟2011年的時候 都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近年來的話 可以說是每年都是以 100件以上的這個數量在增加 所以其實這個市場 是持續的有廠商在投入的 那也就是說 其實廠商要投入的話 它畢竟是看到了一個 可以賺錢的例子 這個 一個 一個切入點 它才會願意投入 那 當然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在硬體生存設備上 它在2012年有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這個之間 是不是有一個相互影響的關係 所以可能是可以有帶來的情況 好 那 這一個 如果我們進一步的去看 這些分析軟體 他們 申請登記的這些廠商 是來自於什麼樣的國家呢 我們會發現 從2002年開始呢 除了美國他們自己申請 美國市場的這個產品 那 在非美國的公司 他們的這個 進入美國市場登記的這個數量 就越來越多了 甚至到近5年起 它佔的比例已經超過50%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 其他國家呢 前幾名的包含了 日本 德國 加拿大這些國家 那 近年來的話呢 甚至這個 其他國家的部分 這個比例也是 越來越擴張 所以 我們可以注意到說 這個 大家呢 都可能會 越來越傾向要走向 這個 國際市場 這一個 那裡面是怎麼樣的公司 在做登記呢 那 我們舉出了前幾名的這個 登記 數量 數量登記前幾名的這個公司 包含了像 Siemens GE Philip 那其中也包含了一些 像醫療顯示器的廠商 他們在醫療顯示器裡面 可能會用到 需要收到 PEX所規範的這個 這個軟體 那 就像PACO ISO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看到說 不同公司 他們的 分析軟體的走向 可能會不太一樣 像是Hologic iCAD 他們的產品類型 可能會有 比較多需要走DMA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 產物性的 好 那 影像生成登記 這個部分呢 是因為我們 要考慮到說 其實分析軟體 他們的 市場 會受 到底市場上 現在病人 最常使用的 影像設備 比如說 很多人知道CT 那 這一類的 這個分析的 需求當然幾乎多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 投過FDA的資訊去表解 影像生成設備 現在目前 誰佔比比較多 誰佔比比較少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比如說 我們去統計 在PMN登記目鏡上面 這個 哪一類產品 是登記最多的 那我們看到 X光相關的產品 這包含CT 相對數量是多的 那像是MRI 跟核一的 這個部分的話 他們的 設備數量是 相對少的 那這當然不直接的 代表了 這塊的市場 但是 其實 影像設備商 他們也是 要看到 有定人的需求 或是有一個市場的利益 他們才會去投入 產品的開發 去做這個 登記這樣子的 一個資源投入 那我們今天看的是說 我們也可以進一步去看說 這個裡面到底有誰 在裡面 投入 像是X光產品 它裡面的話就是 以GE、SIMENS 和菲利谷這邊 一家公司為主 那所以說 他們擁有多樣的產品 那他們在 這個 合作上面 你可以考量說 是不是要跟他們 合作 那或者是說 你在 投入X光的分析軟體 開發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可能會 成為 就是你的 資本來源的一個 合作對象 那最後的話 我們這邊 還可以進一步的去 就這個 應用系統的部分 去做一個統計 那比如說 像是我們去檢索 說這個產品 以上甚至設備產品 用於心血管 系統 這個數量是最多的 那 這個 內部呢 我們還可以往下細切說 這些 心血管系統 他們所採用的是 Ultrosine 或是X-ray 這樣不同的 影響生成設備 那 這些都可以做為 我們去 分析軟體 他們要投入的時候 去評估說 市場上 現在有哪一些 影響生成設備 他們是 投入了哪一個 細分領域 那我選題的時候 我是不是應該 可以參考這樣的一個 方向 做為 我投入的一個參考 那我們這邊總結一下 這個FDA資訊的這個部分 那FDA目前呢 沒有對 員工智慧分析軟體 有一個專屬的法規 但是 它 在 軟體遺材類的話 我們都要注意到 這個 SAMD的規範 那所以這個 在 投入產品開發的時候 其實就應該要把這個 法規相關的 規範 來考慮進去 那另外的話呢 在這個 市場的投入方面來說的話 近期年來 每一年都有 穩定多的 這個 大家這個 這個 對這個商品的 申請跟投入 那其中來說的話 總體來說是 SIMENS他們的 登記產品數量是最多的 那 另外的話 我們也看到的是 所以說 分析軟體的投入 它相對應的 以上 生存設備 他們的 這個市場 情況的話 我們會看到說 X光目前是 產品登記最多的 設備類別 那其中 GEE是裡面 生計最多的公司 那以應用 系統來說的話 是 心血管系統 是 最多的 那 以上這邊呢 就是這個 FDA的一些 資訊 NC